吃冰牢冰品折扣大战已经开打了 天气热到不行 来晚冰冰凉凉的刹冰最对位 要是还嫌不过瘾的话 大口大口咬着冰棒更是清凉透心底 暑假还没到 量饭店冰品折扣站早就打得超火热 上市一根15块的冰棒 现在只卖10块钱 咬起一球球透心凉的冰淇淋 两球原本45块 现在也只要35 等于便宜的三成 还有包括了大盒装的冰棒 包括红豆牛奶冰 五支冰棒 从60块下刹到38块 巧克力雪糕 还有最贵的牛奶雪糕 价格也下刹了超过四成 吸引顾客上门消费 一盒挑过一盒 乐得抢便宜 因为它不像那个三种冰一样 刹冰还要到那边买 那这个就买了冰箱冰箱 热的就拿起来吃 吃冰是一种感觉嘛 就是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然后价格不一定要很贵的啦 就连桶装冰淇淋也从129块 降到了100块以内 成了史上最低价 而过去总在暑假过后才展开了冰品大促销 今年的提前全面开打 现在冰品因为天气热 真的是很热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冰品特价 大概都降了大概四成左右 就因为年初天气不够热 热浪现在才开始来袭 也让厂商决定提早两个月展开破盘价 虽然成本高获利少 却热了爱抢便宜的顾客们 中文新闻韩志兴朱显明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